大家好 大家好 很有意思 我來談談流浪漢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很多流浪漢 其實流浪漢有各種各樣各種各樣的原因 有人懶 有人這樣 有人那樣 有人不願意負責任 有人可能他思維方式 從小生長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大部分流浪漢都是美國人為主 黑人白人都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出生在美國 真正就是移民來的 就是基本上都很少很少 就是偶爾你可能會遇見一個 這個是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出生在美國的美國人 然後一般不是說流浪漢都是體弱多病 一般都生強力壯 身體很好 這跟一般的情況下你想像的 因為英語上有一個叫流浪 還有一個叫遊蕩 就是特朗普 就是他喜歡游來游去 其實美國大部分屬於那一種 並不是直接的就是窮困潦倒 倒在街頭不行了 這些人也有 還是少數 大部分人都身體還強壯 他其實就是喜歡跑來跑去 喜歡自由 但是裡面有一種原因 那是被迫 這個可能大部分人不了解 這個怎麼會被迫呢 這個美國呢 大家都知道他有法律 然後這夫妻兩個 結了婚以後呢 生了孩子了 結果呢過了一陣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要離婚 離了婚以後呢 大家比方那個法院要判 你要給大家比方母親帶的孩子 那個那個男的呢 就需要付相對的費用 每個月給這個孩子 給這個母親去撫養孩子 因為這個孩子也是你的 離婚不離婚都是跟你有關的 所以你有這個責任要付 那麼這樣的話呢 當然很多人比較負責任嘛 大部分人都是可以 就是法院判下來 規定你每個月 給你的工資的百分多少 或者給你的 你必須要花多少錢 有的有的多有的少 每個人情況不一樣 可是有些人就是少 他也不是長期能堅持 那個所以呢 弄弄弄弄弄的後來他不付了 他付不起 或者各種各樣原因 他不想付或者付不起 然後錢慢慢接累起來 接累起來 你這個是違法 因為法院規定你 你要付這些錢的 然後這點錢你不付一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五個月 慢慢慢慢積累 到了一定程度呢 你就麻煩了 你就等於觸犯法律了 他可以逮捕你了 丟在你牢裡 然後有的人呢 他就逃跑 一逃跑 慢慢的 你的駕照 你也不能開車 因為你開車 有什麼事情 警察一查 你的駕照 電腦一打 對不起 馬上給你帶進去 所以他慢慢 開車也不敢開 所以他就變成流浪漢了 那我在我的生活中 實際上是遇到過這樣 這樣的人 一個是我曾經收留過的 一個拉大提琴的 我可能以後專門去了解 因為我甚至於 在我一部紀錄片裡面 有他 他在街頭拉提琴 因為我覺得跟他很聊得來 知道他是流浪 然後我就接他來家裡 小住一陣 然後給他幫助 給他充電話費 給他點好的食物 再給他一些零用錢 等等 另外一個 他就是這種 就是因為要逃避 他每個月父親 然後 他就慢慢成了流浪漢 另外一個 是我一個老莫的朋友 介紹他的兄弟 來到我家來幹活 結果在幹活的咸魚呢 我們也聊天嘛 我發現他也是這個情況 他現在有女朋友 他住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他是坐著火車到我家來打工的 來幹活的 結果呢 他也是這種情況 因為支付不起 或者是他不願意努力工作去支付 那個支付不取這個費用以後呢 他就慢慢的變成了 那個要逃跑嘛 不然警察會抓你坐牢啊 什麼的 這個那個反正 他就不願意坐牢 他還是需要自由 這個流浪漢都喜歡自由 那個然後呢 就變成慢慢的就變成那個 類似流浪漢 他還是有租一個比較破的地方 也不算完全自由 但是也不算完全的流浪漢 他也出來打點零工 賺點零錢 那個好像他有個女朋友 他們兩個還非常有喜歡動物 他還幫助什麼動物組織去幹點什麼事情等等 其實聽起來都很正常 但是他沒駕照 你知道在美國沒駕照 那是很不方便的對不對 特別像加州這種地方 那個是非常不方便 他我記得 他到我家來是從 坐著那個列車 從聖地雅各州島這邊來 然後我到站上去接他 然後到在家裡幹了一陣子 我忘了幹什麼事情 這不重要 那我是想跟大家 就分享這個在美國的一些常識 很多我們不是出生在美國 沒受美國高點教育的 可能對很多的法律 不太了解 對很多的事情 不是很了解 那個所以我拿出來給大家 分享分享 所以因為特別我一直說 哎呀別喬不起流浪漢 有的流浪漢我們有幾個人 在街上跟他打一架 你都打不過他 當然我們美國沒有人 隨便打架 我只是比喻就是 他們還是生強力壯的 各種由於各種原因 他們變成無家可貴 有的是他們不需要家 他們不想要家 有的是被迫的 好就這樣 希望你點贊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會分享很多很多各方面的知識 嘗試或者樂趣等等等等 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